人民日报微信的读者朋友早上好 今天是2020年9月11号星期五 新闻早班车来了 这些要文值得关注 国家主席习近平9号晚 同乌拉圭总统拉卡列 沙特国王萨勒曼通电话 国办印发关于深化商事制度改革 进一步为企业松绑减负 激发企业活力的通知 明确提出 推进企业开办全程往上办理等改革举措 中宣部教育部发布 2020年最美教师先进世纪 张文宏 王毅 七发任等入选 截至9号24点 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5153例 治愈出院80358例 死亡4634例 现有疑似病例1例 9号新增确诊病例7例 均为境外输入病例 上海6例 广东1例 9号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5例 均为境外输入 当日无转为确诊病例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10号宣布 政府部门15号起全面恢复正常公共服务 美国务卿蓬佩奥无理指责人民日报 拒绝刊登美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文章 人民日报发言人表示 美方此举纯属恶意挑衅 严重背离事实 美国近期吊销一千余名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的签证 我外交部回应 美国政府公然采取损害中国在美留学人员合法权益的措施 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和种族歧视 10号外交部发布 中国关于联合国成立75周年立场文件 就联合国作用 国际形势 可持续发展 抗疫合作等问题 阐述中方立场和主张 世卫组织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北京时间9号21点36分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2748万6960例 死亡病例89万4983例